基本上我盡可能就是把一些動作錄下來 所以往後如果說你有細節部分不了解的話沒關係 你再回頭看 但是可能有些部分也許會做得比較快一點 因為這沒辦法說講得太慢 太慢有些同學已經會 那當然會覺得怎麼就是有些地方 我們還是要連貫 所以第一個我們剛剛錄製的部分 請各位了解 那總共會有幾個步驟 你要把它錄製 錄製完之後可以產生按鈕 那按鈕的話再按下去就可以出現了 那裡面的話它會錄下來就會放在Visual Basic裡面 那我把這個部分重錄好了 我要錄兩個按鈕 所以這邊的話 那當然我如果不重新撰寫的話 其實VBA它還蠻棒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把它移除重來一次好了 其實VBA我覺得Excel在跟其他的語言比較之下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會自動幫你寫程式讓你去修改 那其他的程式目前我看到的是還沒有 這麼方便 OK 所以你變成怎麼樣 如果你要重新學習一個程式的話 就是要從最基本開始學起 可能一些什麼資料型態 如何去宣告變數 然後一些什麼運算值 然後運算式 還有一些回圈 反正這都固定的 那你學完之後 課程已經一半去掉了 然後真的你要開始轉寫程式 還能夠真的做出一點東西 可能到期末呢 還沒這個能力 所以 與其這樣倒不如教你們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錄製聚集來修改 我發現這個方法應該會比較快 而且會比較有感覺 你會覺得 我真的可以用 而且在工作裡面還真的可以派上用場 後面我們有很多的範例 都是用類似的概念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但至少你要會錄製聚集 所以上班如果有時間的話 沒事只要你工作裡面會有重複性質的動作 你就把它錄下來 變一個按鈕 按下它 反正呢 反覆的練習錄製聚集 第一個 第二個呢 錄完之後 你要知道你錄什麼東西 在哪裡 好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學會簡單的VBA的編修 大概是這樣子 你可以變出很多東西出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要把剛剛的東西 變成兩個按鈕 怎麼做 一 開發人員裡面 第一個 請各位先把剛剛的動作彩排過 我剛剛做的動作 請各位要注意一下 一個動作都不能做錯 因為你等一下錄的動作 錄錯了 陳詩也會幫你寫出來 也是錯的 OK 第一個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按一下開發人員裡面錄製 名稱的話呢 也許叫做資料剖析好了 這個名稱 我們自己打的 按確定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請注意喔 按確定之後呢 你等一下做的每一個動作 都會幫你寫程式了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你所有做的動作都會被錄下來 OK 就有點像是 你現在真的有個攝影機對著你 你的一舉一動就不能NG了 OK 不過當然也不是說完全不能做錯 你NG之後 將來你如果看得懂那個VBA幫你寫 你可以把它刪掉沒有關係 不過盡量呢 還是一次到位會是最好的 OK 按確定 好 接下來我們第一個要做什麼呢 選取要剖析的範圍 所以請你選取B2到B8 它會幫你寫一行程式 它會用什麼呢 範圍物件去對應嘛 所以你剛剛選的動作會是Range 有沒有用那個Range的物件 所以這個範圍的話呢 它會對應到一個叫Range的物件 反正VBA裡面呢 它會用Range 用物件來表示 你現在所跟你互動的東西 視覺上的東西 那後面的話呢 叫什麼呢 B2 有沒有 到 B2 到什麼 B8 點Slate 後面有個方法 Slate 它寫了一行 這個是他幫你寫的 等一下你們可以找到 那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說呢 我再切到資料裡面 不過切資料它不會錄 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裡面固定寬度下一步 然後呢去選 選 選 OK 然後呢選的時候要點準就好了 按下一步 然後呢不會錄此欄 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你要的留下來不要就 就不要選取 那因為我要的只有三欄 所以後面呢它將來目標儲存格 也會直接先把第一欄 就直接怎麼樣 幫你丟到哪裡呢 這一欄有沒有 丟到第一個 那這邊還有一欄 就丟到第二個 這個就丟到第三個 因為剩三個啦 啊未來如果你有很多欄 反正它一欄 一直往後面丟就對了 也就是從哪一個開始 從第二開始 自己幫你丟過去 OK 大概是這樣有邏輯啦 所以按個完成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怎麼樣 它會出現 您要取代嗎 按確定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如果你這些動作都結束了對不對 請你按一下什麼呢 開發人員裡面的停止錄製 好 那你錄哪一些呢 請你切到聚集有沒有 裡面有個編集 有沒有這個聚集就錄完了 編集它 有沒有發現 程式錄下來了 其實程式呢 基本上 只有把前面那個註解拿掉好了 前面那些多餘的 那你做了其實只有兩個步驟而已啦 一 什麼呢 選取範圍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它幫你產生什麼 二 它做資料剖析 特別是 在Excel VBA裡面 其實資料剖析的名稱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個 叫做 一個方法叫 Test to columns 顧名思義嘛 所以其實 在那個 Excel裡面的英文名稱 對應到那個資料的資料剖析 其實應該就是 名稱其實就是Test to columns 只是說中文翻譯叫資料剖析 不過翻譯的也倒還OK啦 不過如果應該要直直翻譯應該什麼 文字轉欄位 可能會更容易了解 不然你叫資料剖析 感覺有點 有點繞口 有的資料剖析 感覺好像在那個什麼呢 手術台裡面做手術一樣的感覺 剖析 OK 不然翻譯的比較文雅一點 但是你知道意思就好了 再來後面呢基本上 他會加好幾個參數 這好幾個參數實際上呢 就是我們剛剛資料剖析裡面 挑的視窗 他藉由視窗引導你給他一些相關訊息 他去做後續動作 幫你丟到指定的那個儲存格上面 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這邊後面呢會有一個叫做什麼Distination 有沒有 這個後面呢只要一個冒號等於的話 前面的東西叫做這個什麼呢 Test to column的引數 這個一般叫參數 這叫參數名稱 這個叫參數 我丟一個參數什麼呢 就是應該叫目標儲存格吧 所以剛剛不是有個目標儲存格 我把它指向C2 所以C2的話他用Range C2來表示 然後呢Datatype指的是資料格式 他用什麼呢 XL固定的這個就常 開頭一定Fix 就是固定的width 固定的寬度 欸不就剛剛我選的對不對 所以呢後面的話呢 有個逗點 那這邊注意喔 這個空白加底線 指的就是我的下一行 跟上一行是接在一起的 但是呢如果你在VBA裡面 如果說你有個底線 空白加底線的話 他會把你當成同一行 可是如果你直接Enter的話 他就會出現錯誤喔 你不能 假如說你那個程式特別長 但是你不能直接按Enter 可是那你要怎麼樣 讓上一行跟下一行接在一起 這個有個技巧喔 記得喔 這邊喔 以後如果你 要讓它 接在一起的話 記得先空白 加一個底線 反正空白加底線再按Enter 他就會幫你把什麼呢 上一行跟下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喔 特別是說你不能直接按Enter就不行喔 其他語言當然可以啦 像Java就可以啦 或者是其他的Python應該可以 反正按Enter就 但是VBA不行喔 好那第二個就是什麼Fill 這個是欄位的information 欄位名稱的話有個array 那array的話喔 我記得就是這個是第幾個字 它的第一個字不是1喔 是0開始 然後呢 要不要顯示 9的話是不顯示啦 1的話就顯示 所以從第幾個字到第幾個字 要不要顯示 它裡面有個array 所以這些訊息其實就是 決定要不要把這些東西呢 要顯示不顯示 然後最後的話呢 大概就這幾個參數 這個通常是true啦 這個參數通常是true OK 結束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具備有資料剖析功能 這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呢 請各位喔 再錄製清除 那清除怎麼錄製呢 一樣 這個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然後呢這邊的話 輸入一個什麼 清除 按個確定 那其實怎麼錄 1選舉這個範圍 2的例子 好這樣的話呢 停止錄製 錄完之後一樣會切到聚集裡面的編輯 有個清除 那你會發現它錄下什麼呢 其實喔 欸這個其實我建議啦 各位還是喔 如果可以的話喔 請記得喔 養成好習慣 自己加注解 那我1後面點喔 其實底下喔 後面要自己要填什麼 請自己再填一下 你到底做了什麼 比如這個是選取什麼呢 這個喔 C2到E8的儲存格 2的話呢 做範圍的什麼呢 Clear Contents 其實關鍵就是這一個 就是清除 當然呢 你也可以在這邊 Selection點喔 點下去裡面的話 你可以怎樣 用Clear Contents或Clear 其實 差別就是 如果你用Clear的話 其實Clear是什麼 清除全部 OK 那如果Clear Contents是清除內容 OK 所以 注意一下 那其實這個對應的地方 跟那個常用裡面的那個 這邊也有啦 清除全部 清除全部是Clear Clear 格式的話 Clear Format Clear Contents 那還有什麼 Clear Comma 就是裡面的那個註解 那如果你記不得那麼多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其實是什麼 點下去喔 在Range後面也可以點 這邊有個清單 Clear 這邊有出現嗎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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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a Clear Contents Format 還有Notes 就是它的裡面的那個 這個 註記吧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大概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做按鈕 按鈕的部分的話呢 我直接在一二 再來的話呢 就是直接在 開發人員裡面有個插入 表單控制項 你可以在旁邊拉一下 這邊的話會跳出資料 剖析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呢 這個把它貼上 那一樣的方法 就是在 我習慣是複製一次 然後再貼 因為這樣的話呢 確保它兩個按鈕是一樣大 然後按右鍵 重新去指定它的名稱 把它改成什麼 清除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這兩個 如果你要把這個刪掉 按Ctrl鍵 按Delete就可以了 OK 那搬移的話 就按右鍵 再按左鍵 Ctrl鍵 Ctrl按住再按左鍵 如果你要搬移的話 這樣就可以移動它 OK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其實 按一下按鈕試試看 有沒有 不過它會跳這個 清楚 有沒有 有沒有 OK 其實你什麼事都沒 你程式什麼都沒寫 但是呢 你用路字去起 一樣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 OK 不過 但是這個可能也會有一些局限 什麼局限呢 可能幾個問題 後來做完之後 同學就問第一個問題 老師 為什麼這個會一直跳這東西 可不可以把它關掉呢 OK 當然可以 不過如果你要把它關掉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就要自己寫VBA OK 就是說呢 在路日聚集的基礎之上 可以再加一點東西 那可以加什麼 一 把這個關掉 那怎麼關呢 待會再講 二 可能是有同學問第二個問題 他說 老師如果未來我增加了幾個 比如說 這個 夾一丙丁嘛 我那要跟對不對 後面把這兩個選舉再向下拉 還有更新人葵啊 那我就直接假設 我把這邊的資料 複製貼過來好了 那我將來呢 如果清楚 再剖析 你會發現怎麼一個問題呢 他到這裡結束了 那你怎麼辦呢 那你想說 聚集裡面嘛 資料剖析編輯怎麼辦 他剛剛到八對不對 你想說十一 沒錯 但是問題來了 剖析一下 有沒有 對了 那清除當然一樣啦 如果你清的話 有沒有 這邊要改十一 這樣也是沒錯啦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如果呢 他還在增加 或者在減少 那怎麼辦 你每次都來改一下嗎 這樣好像也不合理啊 所以有沒有什麼一個方式 可以讓程式一勞永逸 那一勞永逸的最簡單方法就是 我們寫一個能夠去追蹤 到底你的列在哪一列 你是多少列 那我就跑多少 跑到多少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需要還是一樣 用VBA的概念 去做程式的修改 OK 所以請各位應該可以了解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怎麼樣 錄製兩個劇集 第一個劇集叫資料剖析 第二個劇集叫清除 然後並且增加兩個按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寫完之後的話 再來記得啦 也要check 就是你要檢查一下說 你那裡錄的東西 有沒有多錄了 多錄把它刪掉 少錄的再加上去啦 不過當然 第一個你要先檢查一下程式 那步驟要對啦 第二個就是說呢 這個加上註解也有其必要性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一樣可以參考我雲端上面 我是有在根據我們做的動作 加上一些註解 加上一些註解 那一點新的選擇 完成任何來的選擇 是非會組織的 整頂的選擇 混員 請問是非會組織的